我们注意到现在香港社会有讨论 是不是特区政府应该引用紧急情况规律条例 来处理香港当前的局势 我们看到当前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 最为严峻紧急的局面 虽然形势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但是暴力活动仍然没有停止 社会秩序和经济民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当前压倒一切的最重要最急迫的任务 仍然是止暴治乱恢复秩序 我们也注意到许多的团体和市民 都纷纷呼吁采取更为有利的措施来止暴治乱 比如说制定禁止蒙面法等等 尽快地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 中央权力地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 依法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 止暴治乱 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和各项权利 维护香港法治的尊严 至于您说到的 中央有没有针对香港的事态 设定最后期限的问题 我想中央跟香港全体市民的愿望是一致的 那就是希望香港尽早地结束乱局 恢复秩序 这一天到来的越早越好 因为只要香港多乱一天 香港的市民就要为此付出一天的代价 这关乎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 和香港700万市民的福祉 而且也是全体香港市民的最大的呼声和最大的诉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